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股特快车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特快车 我是松戴七松 今天啊 此处果然大涨啊 去一百二十几点啊 我请问各位你 昨天有人敢买股票吗 春生在买股票 老师啊这没行情不能买股票 我再强调一遍 你没有在做指数 指数的涨跌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再来就是 如果未来指数会大涨 甚至大暴涨 你要在哪里买 你不要跟我说 你要买在最低点 没有人股票永远都买在最低点的 当你觉得可以买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进场了 不是等到最低点 老师他还没有到最低点 你确定你可以每次都买在最低点吗 想要让我当做你的客战啦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啊 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 不管指数是涨是跌是大跌也好 什么表现你都不用担心 让我来做你的客战 你都不用欢乐 今天有大气吗 你再回头去看 我问各位跟你 这是第二只脚 然后第二只脚的第二只脚 没错啦 他就算再来一次 他也是低档嘛 你不能因为他涨了500点 再回来测试一下 就他就变空头了 这可以买的 这不可以买的吗 我早上说我很清澈的嘛 很清澈的嘛 只要跟你说这个要上去了 好他现在又来了一次 你应该偷笑吧 哎呀这么好空啊你又来了啦 真的要偷笑啦 你真的要偷笑 那为什么他要下来 很简单嘛 因为要升级嘛 要升级嘛 好像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嘛 可能有机会 或许会变成四码嘛 我跟你讲啦 我从来没有在看他升级码的啦 因为他升级码都无所谓 我待会告诉你 为什么升级码都无所谓啦 你要升五码也可以啊 你升给我看啊 所以很多人跟你讲说 哇升级码很恐怖 台股暴跌局 美股暴跌 我告诉各位升级码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你要升你就升多一点没关系 你用力一点 因为你要反应也是就这个时候而已啊 等你升完了就 等你确定了就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怕的啊 所以不要自己下自己啦 没什么时候好怕的啦 那你看我节目 我都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预告 需要去自己下自己吗 需要自己下自己 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能源危机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在报名牌 今天你再听不 我不是那种每天 每天每天在设飞标的 飞标侠老师 每天我看我掌灵板 我说这市场有两种人啊 一种就是没有市场 那没有市场没有办法 因为行情不好 操作不好没有关系 有可能输 输有可能赢 有可能是大赔 可是讲得清清楚楚 这种是少数啦 我敢说这种人可能不多啦 那还有一种人 占大多数 讲得很好听 有行无事啦 就是讲得很好听 你看我的股票掌灵板 可是没有生意 很冷清 臭热闹的人很多 但是没有生意 这叫有行无事啦 大概就是这两种 这个占九成啦 那还有一种 我老师你不是说只有两种吗 这种很特殊 很少见 就是你连卖都不用卖 卖光光 有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 房市封盘 奇怪 那厨就要不买卖 封盘 都没了料了 就要不开卖 就没了料了 这叫口碑 我不知道各位听不听得懂啦 你不用 你不用去 你不用张牙舞爪 你不用去宣传 就卖得很好 所以 我在讲第一遍 我不是那种 用每天射飞标 那种方式 来吸引你来注意我 我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 还是没有生意 干脆不要做 我还是在强调一遍啦 我不是非标侠 我知道投资人 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遇到 遇人不俗 遇到非标侠 你跟我操作 你没有这种问题 你不用担心 输液都很清楚 会忍不忍 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不是眼睛 对不对 我希望你相信我 认同我 你才跟我做 你可以慢慢验证 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冲动 但是你只要相信我 就是要非常有把握 所以我敢跟你讲 我全部 我所有会员 我今天讲股票 不是跟你推荐 哪一档股票涨零板 明天我给你推荐 哪一档股票涨零板 后天我给你推荐 哪一档主要涨零板 后面再打开又涨零板 但是通通说会都没有赚 这没有意义 可能讲太多了 所以还是要强调 不用自己下自己 今天不是就大涨了吗 有没有 我要告诉你 真正的关键不是今天 今天大涨归大涨 我跟你讲 行情都还没开始 因为还没有确定要升级马 利空还没出进 就算他要涨了 现在也只是开始 而且重点是 还没有确定 所以你还不用紧张 你还有机会 要谈的关键来 头号紧喷标股 我当然知道 有些已经要开始喷了 但是呢 我要让你来得及 那怎么来得及 这两天你都可以布局的 头号 紧喷标股 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会喷 我们先原规正传 我们刚才讲到这里 能源危机是历史级别的 你现在要担心的 要关心的是这个 不是升级马 我再会跟你解释为什么 拜托的 怎么这些苹果 台积电 台湾最厉害的公司 美国最厉害的公司 半导体最厉害的公司 全部都在再生 承诺要100%才再生能源 2050的目标 因为净零碳排 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趋势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再加上恶物战争 不好意思 这个产业是 已经百分之 百分之两百了 确定一定要大爆发的 全世界所有国家 所有政府 所有企业 通通要往净零碳排发展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大好吗 这用卡层手就知道 对不对 店家一年涨十倍 谁收得了 很多国家冬天会很惨 所以真正的关键 你要关心 你要担心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布局的重心 就会是这个 就有人给你报败了 你又不够做 我也没办法 我说这支就好了 台北股市暴跌 最近又暴跌1000点 他有没有跌 他没有跌 他还是在涨 只是说 他不会是最标的那一档股票 如果别人标十倍 他可能只能标一倍 那请问各位个问题 你是要去买标十倍的股票 标还是要买标一倍的股票 通道理嘛 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 他可以标20% 有一档股票可以标八成 你会去选两成的 还是选八成的 瞎子也知道要找八成的 我能赚八成 我还是要赚两成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会选他 你不要小看 老师要赚一天两天 是早点不去 这还赚0.04 赚0.04的股票 不会跌 还会涨 这明明都要创新高了 这收盘价 已经创了收盘价的新高 收盘价创了收盘价的新高 我讲过了 我要买 我就要买 我如果要买 一样是一倍跟十倍 我要买会标十倍的 通通都叫大转机 我说我就没说我改水了 没有喷的时候你敢买吗 老师到现在你还敢这样子讲 为什么 就还没喷出嘛 我先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大长 请问喷出了没 喷出了没 从这里到 这里是1500点 这里是1000多点 这里900点 那我请问你告诉我 请问这里分出了没 好 那买什么很清楚 我讲得很清楚了 政策做多加 未来十倍成长 这我不知道你讲到民国几年 讲到民国几年了 好不好 来 这是你昨天看到的政策 太阳能载船 政策力多 今天哦 这昨天哦 昨天我也想今天嘛 这个未来你会天天看到 你常常看到 政策做多 你不要跟我讲说政策做多 全世界求我国家都要做多 什么叫预告 什么叫看到未来 欧洲战争 第一个影响就能源 我先让你看我的能源 我做了四档来五档 那标最少的都标三成 标最多的都标 标最多在这里 这过去这四五个月 这是最后一档 也是最新的一档 我所有人通通都有 我不用跟你讲说 我设飞标 我买哪一档五档 涨领板 怕你不知道哦 你看我的股票涨领板哦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哦 快来看哦 我飞标射哦 我飞标射 射的飞标的标哦 我刚才有没有讲过了吗 有行无事 没有用 我不是飞标啦 我希望 我希望哦 我跟你讲的东西 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不是鬼扯淡的东西 你今天如果看我的节目 你感受不到 任何股票狂飙的感觉 老师你说你股票狂飙 结果你都没有感觉 那就有问题了嘛 你说你说 你说你介绍的那一档股票 你说股票开盘涨领 开开 那个 你跟我讲你股票涨领板 你没有感觉 因为你没有 那就不对啦 对不对 我相信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一个叫能源 一个两个什么叫做预告 什么叫做看到未来 我全部都讲在前面 而且就重点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不是讲到你连听都听不懂 老师你讲的话好文言文 我都听不懂 你讲的是哪一国国家的话 这你应该听不 我说白话文 还要粮食 不好意思我也买掉了 今天应该也没有人会讲 应该没有人会讲 老师不要太早 少赚怎么样 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 我在讲第二遍我卖 我没有说真的看坏他 不是说他跌了就应该怎么样 你看我多准 没有也没有这样子 如果我卖了他还能够涨 最好涨到一百块 我庆祝他 恭喜他 他涨到创新高 大家都赚钱 赚了还比我还多 我还反而更开心 但是也没有嘛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代表我们真的是 方向是对的 只会少赚 不会赚不到 没有这种问题 因为你已经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事实上你也看到了 他已经说创历史新高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你说你卖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嘛 我预期台北股市会大跌嘛 所以我先当会员 全部大赚出心嘛 有哪一个人没有赚 没有赚可以站出来啦 我直接退出市场啦 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赚 我直接退出市场 结果台北股市暴跌 他没有暴跌 他反而没有赚 还创新高 哎呀老师你们少赚 哎台股暴跌 还有人想 老师你去调谈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人在两个月前就可以预告 他营收会创新高吗 我连全年的营收我都预估出来了 全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已经跟你讲明了 两个月前 真的是看到鬼了 这个是7月28号的新闻 那个时候我已经讲了 一两三个礼拜 我也不知道讲多久了啦 通膨俄乌战争气候暖化 步步必进 别人的利空通通他的利多 所以我所有会人通通都大赚 而且穿到屁屁赚 要不要 我说赚就是赚 每一个人都赚 没有半个人没有赚 不是我今天鼓要涨停板 你看一下 我跟你推荐的鼓要涨停板 明天我的鼓要涨停板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生意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演 但是我偏偏不要 因为我不希望你上当 我希望你是认同我的人 不是认同一个股票涨停板 没有意义 你知道什么叫风盘吗 生意太好 好感免购 这不用解释 然后我在 你会发现最近大家在跟你讲什么 大家在跟你讲什么 大家跟你讲什么 大家在跟你讲什么 因为他都是新能源的范畴嘛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 车用 轻薄短小 新的股票 爆发力最强 最会喷的 当然我也有提到国具 事实上你也会发现 国具最近也没有跌 可是他不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讲过了 如果现在国具是300多块 我没有兴趣 因为我讲涨五成 要涨到400多块 难度很高 涨一倍要涨到600多块 比登天还难 但是如果国具现在30块 请你跟着我闭上眼睛买 请你跟着我闭上眼睛买 我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你都知道主流是什么 我都已经跟你讲主流是什么了 我还需要解释吗 我不想再解释 你看就好了 自己看就好了 重点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重点是现在 你有心心甘买股票 我再来说 跌生 不要说我讲的老师 都是你在讲 昨天台北股菜在大跌 早上 新闻就跟你讲 跌生是利多 台股布局正逢死 只是你还在怕 你还在怕 记得大气 早上新闻也跟你讲 低点已现 台股基金引反弹契机 今天显示 继线整理后 将有一波反弹 你不用管他什么线不线的 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要不要涨 你说要不要涨 这么大的利空 给我过来说AFD升息三个境况 三情境 升两码会怎么样 升三码会怎么样 升四码会怎么样 我说我管你升几码 老师为什么你 你为什么你都不在意 最近跌都是因为升息 你怎么都不在意 我告诉你听 现在你才会担心 你才在讨论升三码还是升四码 所以会恐慌 请问以后呢 你有这个机会 还在讨论升三码还是四码吗 这第三次 上次上上一次三码 上次三码 这一次又三码还是四码 后面没机会了 你现在才会担心讨论这个 就算你这次升五码好了 你就升给我看 以后就没机会了 因为剩下没多少空间 我再讲一个东西 你半年的利率会议 假设这半年 你要有六次利率会议 你只有两三码的空间 请问你要怎么升 不是几码 是半码 你平均起来是剩半码 所以现在你才会讨论这个 以后没机会了 换言之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要不见了 要不过去 所以要买什么 要买股票 要买什么股票 我跟你说 要买股票 而且我已经跟你预告了 你不用太急 老师今天大党来不及了 你放心 一定来得及 因为还没确定要升级 头号紧喷标股 第一个发动的股票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这个 那其他的我已经讲过 我就不要再讲了 反正我讲的都是 半个月一个月后 会发生的事情 我说难度极大 难度极大 我提早半个月跟你讲 半个月后新闻就会报 好奇怪 其他的我不讲 那元宇宙的时候 元宇宙的部分 你愿意你就来找我 你不来找我也没关系 因为你来找我 我也是叫你卖 我会找糕点让你卖 好不好 那你说 两个月前不是一大堆人 都在讲元宇宙吗 一个月前还是有人在讲元宇宙 现在还是有越来越少了 被丢包了怎么办 我已经讲过了 我已经一直叫你来找我 我就跟你讲嘛 我做完了就做完了 我没有跟你讲他多烂啊 多不好啊 我说卖掉就卖掉 卖掉他可以继续标没关系 反正我们所有会人全部都大赚就好了 我卖掉只买两档股票 我卖掉的当下我买了两档股票 一档标十几根掌零板 我所有会人都大赚哦 然后我叫你买这一支 再加码 碰他去下 另外一档叫这一支 所有会人全部大赚 没有一个没有赚的 没有赚你就来找我 我直接退出市场 做这边 做这边就是有种价值 不是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掌零板 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掌零板没有用 我觉得随便拿一档股票掌零板 明天我拿随便拿一档股票掌零板 你看我的股票掌零板 看什么 看你表演吗 再来了 头号 紧喷标股 就等利空出镜的强力大喷出 你今天应该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吧 嘿呀老师 跟在那边捆了哦 跟在那边捆了哦 越来越明确了哦 到底要升级吗 都还没确定耶 等就等利空出镜的强力大喷出 好啊你一定要跟上哦 终于要开喷了 今天来就有 我再讲一遍哦 来 都 有 终于 要开喷了 我先讲哦 开喷之前 你一定要先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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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都是所有人操作股票 而且是所有人都大赚的股票 开喷之前 你要记得先买好 开喷之前 开喷之前 你一定要先买好 今天来就有 现今天 拿到 看他 如何 喷到 疯掉 老师 我来 只要他会如何 喷到疯掉 你来就知道了嘛 今天来就有 快来 拿 标 股 今天要送给大家 只现今天 拿到 你看他怎么 喷到疯掉 头后 紧喷标 老师啊 什么紧喷啊 紧喷 很厉害的股票 头后紧喷标 今天要送给大家 你不知道要买 你现在就是买这支就对了 第一个 准备要发动 准备要喷出的 你要跟上 你要把握住的 你今天就把电话拨通 直接送给各位 电话卡来 就是来拿这支股票的 就是来拿这支股票的 只要拨得通的 你都会拿到这支股票 赶快来拿这支股票 我们会直接告诉你 快来拿标股 今天送给各位 打电话 敬问家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 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 让你轻松富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头顾 grupo企业 然后 closer 顶起销 简自我们的颜粹 不是 expose 标普特快车 欢迎赞回到现场 你不知道要买什么 挂紧来 你如果觉得 这一波是有机会的 行情很大 接下来 开始要噴了 开始要噴了 你就去买这支股票就对了 头号紧噴标普 一定可以让你上得了车的 一定买得到的 不是 老师今天大涨了 已经喷出了 买不到了 掌停板了 你给我给我讲 你给我掌停板 我还买什么 头号 还没噴 会带头喷了 就等利空出境 的强力大喷出 终于要开喷了 请你在他喷出之前 赶快上车 来的有 终于要开喷了 像今天 今天来的通通都有 今天电话只要播得通 全部都有 你打来也不用跑到 谁买了 直接打来就直接告诉你 拿到 看他如何 喷到疯掉 快来拿标普 头号紧噴标普 今天要送给大家电话卡通 直接送给你 打电话 祝贵照送你 明镜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直播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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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